那首先的话呢这个地方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根据刚刚的逻辑 那理论上我会是希望说在前面这边补几个0的需求 所以补几个0要根据什么 根据它里面的总字数 所以它字数一定要有三个字 如果少一个字 那就补一个0 那像这边呢少两个字 有没有,这一定要三个字嘛 所以少两个字,少两个字就补两个0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逻辑啦 就是要补几个0是根据什么 根据它总共的字数一定要三个字 所以我们如果假设有这样概念之后的话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这个逻辑 and后面的话其实你可以 再插入什么呢?and.rept 意思就是说我要重复几个0 所以and.rept 然后把公式加到这里 当然你可以自己打也没关系啦 如果你熟悉自己打也OK 然后重复什么?重复0 重复几次 那关键的地方就是几次 几次的话其实 当然呢第一个你要先知道这里面有几个字 所以我们可以用呢L1n 前刮弧 然后呢去算这里面有几个字 OK 那算出来的话两个字 可是不对啊,两个字如果补两个0 那不是变4个0084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把它的总字数 用3去把它减掉 所以前面再补一个3减掉它里面的字数 它里面如果两个字 那就实际上就补一个0 所以意思说总共一定要三个字 那如果扣掉它的总长度 如果它的总长度 假如是3的话 那理论上就不用补0嘛 那如果是2那就补一个 如果是1那就补2个 那如果没有那就补3个啦 理论上是这样子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它就补一个0 那后面就把84了嘛 再串到尾巴 所以AND 然后把84串到这个后面 然后打勾 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会产生我们要的结果啦 那当然呢 后面还有末码 不过末码其实逻辑跟区码蛮像的 而且减的部分呢都一样 所以-然后084嘛 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从 假设我要把公式拿来复制贴过去的话 那其实记得 因为后面还是要串结 所以AND-把这一串复制贴到后面 然后把G4改成H4的话 那基本上呢 应该这个公式就完成了 所以记得从AND 复制到尾巴 把它复制 贴到它后面之后 然后呢 改成这个H4 那一般习惯是用点的啦 这样点过一下 或者是这边改H4也可以啦 反正看 大家的习惯 反正你就找一个方法自己做的顺手不要出错 那就是好方法 OK啊打勾一下 好 那就得到我们要的结果啦 那最后的话 如果向下方全部都要全部填满 当然你不要傻傻的自己往下拉啦 我是建议直接在这个空点上快点两下 那它就自动帮我追踪 那个 理论上是D栏里面 如果它没有空白的 它就会自动帮你填满到下方 OK 那就全部帮我把这个公式呢 给完成了 只是说呢 你会发现 好像用那个什么 REPT 那底下总共字数用3去减 当然这个方法逻辑上也没有错 只是说呢 感觉好像绕了一圈 而且这个地方同学好像比较容易出错 所以呢 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 可以再让这个公式不要这么冗长 那当然呢 如果假设你知道的这个函数数量越多 你就知道说 原来在那个什么呢 我们在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这边其实是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其中的话呢 包含什么 有个函数 叫做TEST 那这个函数的话呢 其实就可以帮我们补零了 而且其实非常方便 他的主要用意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 假如插 比如说你现在总字数 要需要有三个 那如果不足三个数字的话 他其中一个数字呢 会帮你补零 那如果我用 这个TEST来做的话 是不是又更简单 而且不需要两个函数嘛 OK 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知道 TEST函数要怎么操作 OK 所以请各位也许先试一下吧 就是先把刚刚的那个REPT 加LEN部分 先把它试着完成看看 那完成之后 还有也许我们再想想看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那另外的话呢 或许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把前面提到的有几个比较 这个常用的函数 也试着练习看看 那比如说像什么 像刚刚提到像身份字号这个性别 像LAPS这个地方 他的信加上称位 OK 然后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还有这个地方其实有个陷阱 什么陷阱 就是说像这边用MID 那有同学就取资料 发现奇怪执行发现有错误 那为什么会发现错误 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个地方先完成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函数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让我把画面暂停分享 OK 那请各位先练习看看